我是小浪 疑似意外 我被塑造成蚂蚁大小 我将在花园里生存下去 终于挨到天亮了 我又见到了久违的阳光 真好呀 小伙伴们 我跟你们说 在我身上 发生了些奇怪的事 你们看 你们没有看错 眼前这个名义小人 就是我 小浪 你们再看看我周围 一个棒球 一个小草 我竟然 还没有一颗小草高 这棒球 也是我小时候 扔到院子里玩的玩具 在我身上 到底发生啥 其实我也不知道 只知道 我现在被缩小了 估计身高 只有一厘米 周围的小草 也都全成了森林 朵了一夜 我估计 我现在的位置 应该是在我家的后华园里 在这儿 还是模糊的看到我的家 就是那里 但是 因为我变小的原因 相对的 距离就非常非常远 所以才模糊看不清 不行 既然天亮了 那我必须回到家里 找到爸妈 寻求帮助 走走 现在就出发 嘿 嘿 应该是这个方向 哎 有几个小石头 先拿上 防身用 哎哎哎 妈呀 救命啊救命啊 有大蚂蚁啊 哎哎 你们别追我呀 啊 啊 我天 又过来了 快到石头上去 嘿 滚开 滚开你们这些臭蚂蚁 我砸死你们 砸你们 终于吓跑了 太可怕了 这些蚂蚁 平日里都是小的不得了 我一脚都能踩扁它们 缩小的我 竟然和它们一样大 每一只都能欺负我 真气人 幸好我跑得快 累死我了 渴死我了 我现在需要 先找点水喝 哎 脚下不就有些水吗 只是 这一滩滩水 看起来有点脏呀 哦 不管了 能解渴就行 喝 呸呸呸呸呸 一股子骚味 这脏水 根本不能喝 哎 虽然补充了点水分 但是会拉肚子的 哎 失算失算了 哦对了 忘了给你介绍一下 我的小天才手表 它不仅能显示时间 还能显示出 我的生命特征 哦 你们看 这里代表生命值 这里代表食物量 这里代表水分 这里代表体力 哦 好了 脏水不能喝 接下来 我得想办法 找点干净的水 哦 等等 这是 你们快看 小草上面 挂着的是啥 这 这是清晨的露珠 干净的水源 哎呀 我早就该想到了 我被塑造后 草上面的露水 对我来说 比水贝还大 足够我解渴了 哦 现在 我需要想办法 喝到它 嘿 够不到 嘿 我就不信了 哦 还是不行 只能用石头试试了 我去 还真行 露珠掉下来 也没有碎 不错不错 我真的是太聪明了 用石头打水喝 也是生存的第一次了吧 尝尝味道 啊 甘甜可口 这露水 真心不错呀 走走走 继续往家走 哎我去 什么东西 什么文艳 我们是 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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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别过来 别过来 我扎你 扎你 别过来 别过来 别追我 我去 小伙伴们 我太难了 一只小小的苍蝇 都能欺负我 看来这一切的一切 都需要我 从长记忆了 那么 咱们只能明天见了 对了 小伙伴们 如果你们变小了 会怎么生存的 欢迎告诉我 拜拜